包括万能堆、千叠夫及阿拉宝湾等 拥有国际级地质景观的和平岛公园是基隆著名观光景点 在基隆市政府两年努力下 已经通过自然地景价值评估报告 将依据相关行政程序 在近期公告和平岛公园为地质公园 未来可获文资法等法令保护 和平岛公园的世界级的地质环境 将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自然的一个资产 受到相关法令的一个正式的保护 其中包括我们的万能堆 还有千叠夫 以及阿拉宝湾等等的一个地质景观 都会变成我们这个相关自然的纪念物 那其中也包括大家很喜欢很关心的花豹岩 也都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这个也显示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多的一个努力 在今天也有了一个正式的一个结果 被公告指定为地质公园后 不但可以强化和平岛公园地质区管理保护措施 更能因此参加国际地质公园组织 与国际接轨有效交流推广观光 很高兴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在今年顺利拿到了地质公园的地方级认证 那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一直不断的跟北关处合作 然后也很感谢地质公园学会不断的一直协助我们辅导 那从当时到现在我们不管是地景保育跟地质旅游的方式 都很希望让大家透过更友善的方式可以认识和平岛公园 那升级到地质公园之后呢 其实就开启了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国际上的地质公园 一个合作啊沟通跟互相认识的一个很好的管道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和平岛地质公园 可以让更多国际上的人们都可以关注到台湾 其实是很认真在做保育 然后我们的美景跟人文跟社区的文化 都很值得大家来台湾一起玩一玩 拥有大辽城野柳沙岩段完整剖面的和平岛地质公园 为具特殊科学重要性、多样性与可触及性的海时地景 未来将规划为核心区及缓冲区进行管理保护 包括花豹岩、万能堆、千叠腹肌阿拉宝湾等 都被列为核心区域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